人马打野了 打你的脸 瞬间打脸 本身我在想就阿卡丽 这个位置 阿卡丽和刀妹 这两个该怎么分 对 包括鳄鱼在9.8版本 它的一个基础神秘 成长攻速 成长护甲 Q治疗 全部得到了提升 前期一个对线能力 非常的强 包括后期的属性 也得到了一个保障 我觉得这一局看头十足 真的 对 因为鳄鱼中单 它要走中路了 可以 这个也行 就是打刀妹嘛 反正 那觉得带强攻的收益 应该会更高一些 对 看一下这边 没有视野的W超红 提线距离超红到一个布隆 布隆应该要交到这里 还交出一个点燃 神头 一切让刀妹拿到 给到了Sea 经典的月塔组合 要不要来了 来了 这一波怎么说 Sea一个防范意识 还是比较的强的 Sea现在必须保证 自己走在兵线的右侧 哇 比一双刃交到了 那看一下这一波闪现控制 如果配合上 Sea的一个伤害 直接收掉Sea的一个人头 现在这个位置主要是 没有太好这个机会 这给打起来了 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人头 是由Warum给拿到 反手的话 佳料 还是收掉了 佳料的一个人头 对 并且这里 欧迪尔以及 维鲁斯的状态 都不算特别好 但是这边怎么说 一个节俭挂到之后 反手给到一个比一双刃 反而是换掉了 对方的一个蜘蛛 这里的话 再次一波月台 是让比一双刃给拉到了 看一下这里 又要来抓 这是没有展现的 加利奥铁英雄登场 过来前来救驾 但是Sea的状态非常不好 身上震荡母 只差一层 反而是自己回身一个Q技能 收掉了对方的一个人头 看一下这边蜘蛛直接叫起了一个钢丝锁 后续的话一发正义钢锋 收掉了对方一个人头 也逼出了绝碰的一个闪线 看一下这里Q杀 一个位置比较危险 比一双刃没有能够拉到 鳄鱼直接开启大招 双方一个控制链 打足了之后秒掉了Sea 后续赶来的一个欧见 有没有办法 也是无可奈何 这一波欧见先走的 所以说被 菲特巴切这边找到了机会 再次一发精准弹幕 逼出了欧见一个大招 回归到了自己队友的身旁 总算是逃过一劫 感觉刚才刀门有一点太装了 可能是觉得欧见在自己身旁 看一下下路这一波 嘲讽再次嘲讽到了 卷碰 卷碰应该是直接倒地 人头由汪让给收到 但蜘蛛也绕后过来了 能打吗 结简是挂到了Slow身上 这一个嗨掉子 一个伤害大的 他不错 但是反手的话 一发Q技能没有能够打到 这一发嘲讽 有没有机会 战长到了两个人 看一下后续有没有伤害 汪让第一时间 没有能够跟上伤害 反手给到一个节俭 双方拉开了一段距离 但这边两边的状态 都不算特别好 与此同时人马赶到上路 瑞兹这里是直接被踢出了 一个取经折越的范围 由Burgas是拿下了 瑞兹的一个人头 下路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说 先看一下 但是这个反身的一个 正义冲拳 正义冲拳顶过来 之后给到一个嘲讽 后续有话 Odin进来收掉了 HIDAL子一个人头 这个解碰 不能够跑 那这里也是 隔墙一个闪现 拉开了身位 那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继续击杀了 人马赶是已经开启起跑了 选到是一个EZ 但是由于他有偷捡一个存在 先看一下这拨节俭 是已经到了 英雄登场能够保一手吗 后续的话 CIA还想要继续杀 逼出了一个掉 但是掉下来的那一瞬间 是被嘲讽给嘲讽到了 这一的话 鳄鱼过来给出一个点燃 但伤害不足以关子 对面反手的话 倒没给出一个大招 被一双刃是拉到了 后续话再配一个伤 架料的一个嘲讽 拿到了一个double kill 看一下后续的这一波 红怒 kill是直接赚死了刀妹 同时回来大口血量 但是无济于是 来得很慢 看一下这里正好是脸探草丛 被打了一套 其实这一套伤害打得非常的足 只不过是反手 Slow这里一个英雄登场 第一时间是保下了CIA 让CIA可以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后续的话 仅仅只有一个鳄鱼 也没有办法可以 有高段一个位移 突到对方的一个后排 秒掉这个CIA 我觉得这波CIA 是不是都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 对 第一时间是拉到 之前她是想要走出英雄登场范围 但这里又要打起来了 这一发嘲讽 身上有个闪现 恶于是闪现过去跟 但是刀妹利用Q剑做两段位移 扶败索人是直接空掉了 维路斯大招这里 没有打出任何的一个效果 举破之舞开启 简上效果非常明显 这里是由刀妹收掉了恶于的一个人头 这几波来自菲尼巴切的进攻 全部被对方给瓦解 阿凯莉现在是有科技枪的大招也在手上 杀缭乱 一段释放 有一个炫鱼效果 今儿他们关一下 二段斩杀 直接收掉了Zoey的瑞兹 终于在抗压了 17分钟的一个时间节点 在出到了自己的关键性装备情况下 完成了对围单杀 看一下这里被蹲到了 开启一个大招逼出了 可不可以要一个闪现 闪现到了自己队友的一个怀中 然后这样的话 SG没有办法继续追击了 其实两边都在等一个关键装备 维如斯现在扬刀破败在手 人马追着一个鳄鱼在砍 而一反身踢回来 家梁英雄登场 登场过来击飞两人 控制链给到了两个人 刀妹这个剑阵方的位置非常不错 Q技能来回穿梭 但自己身上被打出了一个 不容的震荡猛击被动 蜘蛛还要追击 蜘蛛收下了刀妹这个600块钱的大人头 阿凯莉 一而双杀 收掉了瑞兹和蜘蛛 看一下这里 还有发闪现Q技能 鼓舞丢出来 想要减速留人下收获了一个TRIBLE Q 哇 这一波的话真的是一波飞啊 Blugex这一把在前期 苟住了自己一个压力之后 在这里打出了一波一换四以后 是直接能上高的 完全不讲任何的一个道理 真的 我觉得Odia这一波 为什么敢开啊 就是因为家梁 他现在真的就是靠家梁 以后面赶来那个刀妹 是 而且CR的这一波进场 其实CR这一波刀妹 大招的见证放得太完美了 减速到四个人 后续赶来这阿卡利才是最致命的啊 就是那种画面 满起一个阿卡利突然 她的欢意杀缭乱是真的一眼儿双杀 对 突然从这个对方残血的一个情况下 绕后进场了 我感觉在这个时间间也非得吧歇 看到阿卡利进场的这一瞬间 会感到一定的绝望 没错 这里Bosser 是再次找到了这个瑞兹 今时不同往日兄弟 我现在已经可以站出来了 取近折越开出来 有没有机会被打断了 那这样的话后续再接上一个大招 但是二段Q 二段Q 二段R技能是没有斩杀 好 最后好像伤害补足了 没有地方可以逃了 对 这里两面夹击 但这里 大招被挡掉 但人马最后赶过来 一 二 三个人 加辽英雄登场再次击飞三个 鳄鱼开启了一个大招 但是自己已然抵抗不住 可以走吗 应该可以走 人马再次过来踹了一脚 但是反身被这个EZ袖死了 看一下后续这一波 有一个闪现的情况下 闪潮吵到了 这一钢锋受掉 Headers一个人头 只剩下一个弱的一个情况 怎么防守呀 这一波破败吸了一口 TP 保这个 TP 保这个超级兵 这要强行一波吗 但没有后续的一个兵线啊 后续超级兵才姗姗来迟 这还要强行一波吗 最快复活的蜘蛛 还有三秒钟就已经复活了 FG 这里非常的舒服 一路带过去 但是啊 一个人过去 其实你很难防守住 利用着自己一个QG 哪一个大招没有能够打到 反手的话还是收掉这个人头 直接收掉了EZ 看 蜘蛛会为上高 FB 图然是直接的 命中了蜘蛛 那这样的话这么淘标 这要大龙应该是要被 SG收入囊中 看一下EZ一个清线苏苏太慢了 比一双身拉到了 后续的话接到一个潮帽 潮帽到了三个人 到面一个大招 直接开启开得还不错 看一下KREA率先倒地 这边战场的话 感觉菲尼巴西这边 很难去抵挡住了呀 而侧翼的话 是如文单吃掉了 Bougas 但没有办法 这里EZ是自信的闪现Q 是收掉了人马的一个人头 但现在上路大兵压境 三人围攻 你怎么守 一个闪潮是换掉了 EZ只交出了一个精华跃动 只交出了一个 交闪了 交闪了吗 交闪了 1907 菲尼巴西尔支撑队伍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 是很难去清兵线的 这里又是来自 维洛斯的一个先手 刀妹后手跟进场 是直接秒掉了Ruyn 这里 Ruyn正往那个情况下 阿卡林是再次收掉了这个鳄鱼 杜朗洪能开启 人马嘲讽 嘲讽到两人 再收掉蜘蛛 只剩下下路双人组 应该是守不住了呀 那也确实是让我们恭喜SG 这局打得真的非常非常出色 是的 在绝境之下 他们真的是没有退路的 他们这局必须拿下 也确实是完成了 他们的一个使命 他们也是做到了 尽管说菲尼巴西这一把 在阵容上面一个选择中 确实是给到中路 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他们扛住了这一波压力 并且从中找到了 对方好几波的一个失误和漏洞 成功地将局势扭转过来 是一路高分 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赛后数据 结束一个时间依旧是非常的快 28分钟就结束了 而且双方都卡踏出了高位的伤害 双方的输出真的非常快 加里奥都打了1-2的一个输出 还是比较的夸张的 从经济曲线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边也是给到了 上一场的一个MVP 是给到了加里奥 加里奥 对 一个是人马一个进场 接着就是人马带着加里奥进场 加里奥只有KDA真的 这个数据真的太漂亮了 对 一屁股坐下去 给到一个嘲讽 再配上或者说是这一冲拳 给到对方动都动不了 再接上CR的一个大招 等于说这些控制线 全部打足了之后 Fugas非常舒服地过来收割就行了